队长可以跟队友们一起来商量 让对方输的做什么 两位队长跟我们队员一起商量一下 写下一个如果对方输了 希望他做的事情 我们先不要给对方看 大家去商量一下 如果是你们的话 输了你们要想他们干嘛呢 跳舞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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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舞 我听到了 什么什么什么 他说你曾跳舞 应该我跳舞是吧 好你看他们真的很认真 认真 其实只是随便写一写 你看他们商量到现在 对对对 我们大概要花个半个多小时让他们开会 把各自拿出来让他们坐下了 可能半个多小时都开会 哇已经在背上开始写金珠暴博似的词 我看一下我看 哎呦 哎呦 赵哥也是这个也是看一下 我偷看一下 都不要给对方看到 我挡住一下 好我来看一看 啊 对方要 哎呀这个太狠了吧你们也 不是吧 不可能吧 这样这样这样音乐要备好 这个舞台可能就跳起来 哎哎哎哎 没有剧透啊 没有剧透啊 有请工作人上台把我们 两位队长 没有 没有队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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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还没写完 我们还没写完 要写一首诗 你要写一本剧本是吧 对 对方也 好啦来 我看一下 哇 好啦来 请给我 来工作人员 麻烦拿一下他的战书 OK 好 好啦 那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战书先收到台后 待会我们今天游戏结束的时候呢 就会为大家揭晓 别拿错了 没错 这是红队的 OK 好啦接下来呢 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游戏叫做 陈琴拔河赛 当然今天呢 我们要拔河的工具很特别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拿上来看一看好不好 这应该是 呃王一博队长特别在呃在行的 哦 因为呢 平常他都喜欢就是 陈琴比较摩托动机型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个也是一样的 让我们让队长在舞台上可以开一下摩托车 哎 我们的这个拔河有两个道具 啊 是一个交通工具 是一个可以 飞快骑的交通工具 你们猜是什么 来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哇这个速度老快了我跟你说 我经常 带着我儿子 我经常带我儿子的小区标车用的就是他 哦 哎我们放到中间啊 好好好 哎我们大家稍微往后退一点点 来来来 请各位我稍微退一点 然后退一下 好了 哎怎么了怎么了 方向盘怎么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拔河的工具 是 待会儿呢我们的两个队长呢要选出参加这轮的这个比赛的队友 然后把它绑在腰上 然后我们以中间这个方块为例 中间点只要过了哪个方块 哪边就算赢了 那边就算赢了 好的好不好 好的 OK那我们这样吧 我们因为所有队友不能一起玩嘛 我们要队长先派 好 队呃队出来 第一轮 第一轮 两位队长 要派 谁出战 派每一队派四位成员出来 也可以派你自己出来 对 每次派一位每次派一位 每次派一位啊 好 先派谁 先派谁 对 要不队长先来吧 我觉得 队长说了算 队长说派谁 先派姐夫出来 好 我们这边 这边 有没有自告奋勇出来的呀 对对对对 好 三人一站出来 OK我们一起往后再退一步啊 好吧好吧 来来来一起来好退一步啊 三人一站出来啊 好